這題是說,如果地球的半徑變成現在的一半二分之一 那密度不變 那麼地表處原體重 就在這裡 它的體重是等於50公斤重的兩斤 它能跳1.6米 能跳1.6米應該是在這裡跳 在這裡的話,它能夠跳多少呢? 它原來是重 就是現在 現在是重50公斤 後來就是將來 將來地球的半徑變成二分之一 這個時候它能夠跳多少呢? 跳這個 1.6米 1.6米 好,那麼第一個 他問 他問說,現在兩斤 體重 能跳高若干 那現在體重的話 當然就是 就是50公斤 因為他說 地表處 原體重 50公斤 這是原來的 所以這是50公斤 就是說 50公斤 然後呢,他說 現在兩斤的體重 與能跳高多少 就在這裡能夠跳高多少 在這裡它能夠跳高1.6 會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這裡的重力長比較大 這個假設這裡的重力長是G的話 那麼這個重力長 應該是二分之一G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重力長 是等於多少? R 平方分之多少 免G 乘以大M 大M就是那個地球的質量 R 這個半徑 我們曉得這個質量的話 跟什麼程度比呢? 跟密度 乘以的那個體積 體積就跟R三次方程度比 但是D是長數嘛 所以這個跟什麼程度比 R三次方跟R平方的話呢 消掉平方 所以跟地球的半徑是程度比 好 那也就是說這裡的重力長叫G 所以G 所以G 除以G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二分之一R 除以R 所以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 G 是等於多少呢? 二分之一G 就是這裡的重力長的話 只有什麼呢? 只有那個原來重力長 就是現在 這是將來 他是說 從現在的那個地球 變成將來 那個地球半徑是二分之一 這是二分之一G 好 那他說呢 他將來 他在將來的地球 能夠跳高1.6 那麼現在 他原來 他這個什麼呢? 他說 現在的兩斤 就是將來的兩斤 可以跳1.6 那麼現在兩斤的話 可以跳多少? 好 我們曉得說 你跳高的能力 跳出去的話 他的速度是一樣的 就是說 兩斤在這裡的話 跳出去的速度是V的話 在這裡跳出去的速度也是V 這裡的重力長比較小 所以他跳的高度比較高 因為他滿足V 末數的頻 末數是0 0的平方 減掉初速的平方 等於2s2a a的話就是g 重力交度 那是負的 他乘以h 所以這個h 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2g分之V 所以高度跟重力長是乘環比的 那也就是說 這裡跳的高度 他除以這裡的跳的高度 h' 乘環比 是等於g' 除以這個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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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兩斤的質量是等於Mg 50公斤重就等於50g 兩斤的質量是50公斤 質量是不會變的,重量會變 這裡的重量是50g,g是9.8 但是這裡的重量等於多少呢 這裡的重量是等於Mg 質量是50公斤 但是重力長是只有原來一半 2分之1g 所以這是25公斤重 兩斤在將來的地球 它在上面的體重只有25公斤重 但是質量還是什麼?還是50 所以他說質量被偏多少? 質量還是什麼? 質量還是50公斤重 這是將來的 這個我們叫做Mg 質量是不會變的 還是50公斤 現在呢 現在質量也是50公斤 質量是不會變的 這樣子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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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